在这个网络世界 由于非常对立 和黑白二分的这些政见 很多人 包括英语世界 当然华人就不再说了 是对于一些名词 例如帝国主义 殖民管治 又或者爱国爱港 有一种是简单化 粗糙和极端的解释 然后透过网络将这些 他们自己的定义和解释 加在别人的头上 或者影响别人 例如我们经常在香港都听到